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摆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一准糖尿病真是有效的方法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生活压力的扔大 得二型糖尿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邻居糖尿病很多年了 因为症状比较轻 一直没怎么治疗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是 都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老觉得嘴巴干 总觉得嘴巴里面有沙一样 难受得不行 总是口渴,想喝水 第二,食欲增大 吃完饭没多久 就感觉饿,还想吃东西 第三就是尿多 老是想上厕所 最近一段时间一下瘦了很多 她老公催促她 赶紧上医院检查一下 发现尿糖和血糖都严重的异常 别人给她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按诊后老中医说 首先考虑的是脾胃有热 平时日常是不是特别喜欢吃一些肥干厚腻的食物 就容易造成有胃热 胃热就像一把火 需要很多的干材 所以就会导致你非常容易饿 而且容易脾胃有热 就很容易灼伤阴筋 就会导致口干、口渴、喝大量的水 但是却因为脾被热血所伤 导致水没有被身体利用 而是直屈下胶排出体外 长期以往还用一伤气 会导致气虚 老中医说必须清热之阴 意气生津 之后老中医就开了一个食疗茶饮 邻居喝了一段时间后 血糖已经非常稳定 口渴多尿的情况也大有改善 今天就把这个食疗茶方 分享给大家一共参考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客的麦冬 麦冬它可以起到降血糖的效果 这主要是因为麦冬当中 含有大量的纯化瓜糖 这类糖性的物质 有着很明显的、很显著的降血糖的作用 可以用来治疗二型糖尿病 麦冬能够增强人体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加快胰岛细胞的恢复 而且寡糖物质分子量很小 容易帮助人体吸收 麦冬当中还含有麦冬多糖 可以增加免疫的细胞数量 从而起到促进提高免疫力的效果 不仅如此 麦冬还可以用于缓解糖尿病患者的口渴 咽干、心烦等的症状 麦冬还具有养胰润肺、止咳的功效 平时如果感觉口干舌燥 或者是干咳甚至是咳出血的情况 可以试试用麦冬来泡水喝 对于改善这些情况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麦冬还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尤其适合那些殷虚、长躁、大便秘结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0克的黄芪 黄芪又名北芪 药性胃肝、微温 黄芪在医学上是一位临床使用率极高的中药 李时珍也曾说过 黄芪长也为补药之长 药理研究发现 黄芪的确存在降血糖的作用 这是因为黄芪中的黄芪多糖、躁肝等的活性成分 具有调节血糖的作用 特别是黄芪多糖 它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以及糖原合成酶 而且还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 通过动物实验研究 可使葡萄糖复合后 小鼠的血糖水平明显下降 那批病人特别容易饿 如果是用三药配黄芪 就不会这么容易饿了 糖尿病病人之所以特别容易饿 是因为皮阴虚 皮阴虚就会有胃热 而血热不能杀骨 所以吃的东西还没来得及 很好的消化吸收 就被排掉了 所以容易饿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5克的淮山药 单药胃干而性贫 上入肺筋、中入脾筋 下入肾筋 既能补气 又能养阴 是贫补一身 气阴之良药 多用于依须内热 口渴 多饮 小便瓶数等的消可症 而且近年来发现 三药具有很好的 保护体内胰岛素的功能 减缓糖尿病患者病情发展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 三药对糖尿病人 有许多的好处 其一就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三药含有丰富的黏蛋白 可以防止心血管脂肪堆积 保护血管弹性 其二就是三药也含有多糖成分 能够抑制消化酶 从而控制血糖 并且三药多糖还能够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而且淮山药还可以启动脾胃功能 恢复脾胃的孕化功能 糖尿病之所以血糖高 在中医看来 主要就是因为脾虚 山药能够补脾固肾 以止小便瓶数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食客的单身 单身性微凉 胃苦 归心肝筋 活血化瘾 通筋止痛 清心除凡 凉血消涌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 单身有降血糖降水汁的作用 单身能够有效地促进血管扩张 提高身体血液循环 这样就能够降低血糖在血液中的含量 同时单身还可以抑制 冠状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有效地保护身体健康 单身中含有一种引单身酮的成分 这种成分可以影响人体的物质代谢 双向调节人体的血糖水平 帮助调节人体过高或者是过低的血糖水平 并且单身具有抗血小板聚集 改善人体微循环 抗纤维化的作用 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防止或者是延缓 糖尿病的并发症 如糖尿病肾病 心脏病等 所以单身有一定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三颗的枸杞 大家都知道枸杞有滋不甘肾 清肝明目的功效 糖尿病人吃一点枸杞 第一,可以治疗糖尿病病人的验尿频多 验尿清肠的症状 第二,枸杞可以明目 对于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视力下降 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第三,可以缓解疲劳 特别是糖尿病患者 由于自身糖代谢出现问题 所以很容易出现疲劳 第四,枸杞中含有比较多的多糖 可以改善胰岛细胞 对于血糖具有调整的作用 第五,枸杞可以降低血汁 对于防糖尿病病发症有很多的好处 所有的食材清洗干净 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大约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 让它煮上30分钟的时间 30分钟后,这道酱糖茶就煮好了 这道茶喝起来比较清淡 可以当作全天代茶饮用 效果会更好 糖尿病长期以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可以损伤到身体的每个器官 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病发症 甚至还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管住嘴,迈开腿 适当地喝一些保健茶 并我们控制血糖预防三高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这里提醒一下 孕妇不要喝这道茶 因为单身有活血化瘾的功效 容易导致孕妇流产 另外,容易过敏的朋友也要慎用 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这座视频不易 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